当然可以 刚才第一个听众讲阿鲁纳切尔邦说是不合法 那我是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关于马克马红线的 当时在1914年刚刚签的时候 当时英国的代表呢 找来了一些来自西藏来自中国的代表 当时呢是他们之间的是达成一致 但是在英国和俄罗斯 还有在英国和中国之间呢 是有一个协议说是不单独和西藏政府来签协定 也就是说任何协定要签的话 一定要有西藏和中国政府共同在场 所以他们三者在一起呢 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一条线 那么当时有个问题就是说 中国当时他们所签的那个文件上 是不是有那个明确的这个划分边境线 但是呢他们当时说我们不参加这个 我们不承认这条边境线 你那时候你和西藏所签的任何的协议呢 都是我们不承认的 我们认为不合法 当时伦敦的甚至还发给 马克马红爵士呢 发了电报说你不能直接跟西藏人 直接签协议 如果签的话呢是不合法 但是他还是跟西藏人签了 他们同意西藏人呢 同意说这条马克马红线呢 是标志西藏和印度之间的边境 所以呢在西藏和印度之间签了 这样的一个协议 中国是不同意 当时马克马红呢 说他没有收到来自英国政府的 这一条这封信 叫他不要去签 所以这个协议呢 目前呢 还是从1914年到1937年来讲呢 都没有正式承认 但37年后来这一个协议呢 又浮出水面 印度呢 后来呢 也承认了这一个 他独立的时候也承认了这 这一个为正式的边界线 所以呢 中国呢 看到说这个是 他自己原来没有签的这个协议呢 认为是不合法 那么可是印度呢 认为这是他和西藏所签的协议 而且是从英国那边呢 继承来了 承袭而来的 所以这是个人有个人的说法 从某种程度来讲呢 阿鲁纳切尔呢 是在喜马拉雅 靠印度这一边的 那么阿鲁纳切尔帮的这些人 主要是一些部落的人 和两个文化呢 可能都没有直接的关系 但是可能呢 相较于和中国来讲 他和印度之间的 可能更密切一些 那么谈到俄罗斯 刚才第二个听众讲到说 俄罗斯在这里呢 也扮演一定的角色 因为他在表面上呢 和印度和中国关系都不错 俄罗斯和印度呢 在冷战的时候 是很密切的 俄罗斯呢 给印度提供了很多时间的军火 那么最近呢 他们刚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合合作的一个协议 那么俄罗斯看上去呢 至少在 他没有明说 但是呢 他心里面对于中国的 这崛起呢 也是有紧张的情绪 所以说呢 在这里如果中国怀疑 俄罗斯和印度之间的合作 另外和美印之间的合作 感到不安 那么如果他 但我觉得他不见得能够看作 是一个三角关系 我觉得因为这个 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呢 也不太好 美国现在呢 并没有和莫斯科进行 这种正式的合作 来建立这种 美俄印之间的三边的关系 我觉得还应该没有必要 另外呢 我觉得从中国的这种角度来讲 更怕的是 美国和印度 澳大利亚和日本 建立这种四边的这种联盟关系 那可能会 变成 所谓亚洲的这种民主国家 走在一起建立一种联盟 对于中国的威胁 可能更大一些 澳大利亚的这个 陆克文的总理呢 在2007年呢 他是把澳大利亚 从一个国防的这种协议当中呢 撤退出来 他就是怕中国呢 认为说这些国家 现在正在抱成一团 想要对付中国 好像日本首相也曾经提出 就要建立什么亚洲 亚太民主之湖 好像也有这个说法 是吧 对是很相似的一种 一种说法 同样的原则 好的 我们现在有许多听众呢 等候在我们电话线上 让我们来继续接听 他们的电话啊 下一位是山东的张先生 我们时间剩下不多了 请每一位听众和观众 发表看法的时候 尽量简短啊 张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是这样看的 这个中印保持良好的关系 对双方都是很重要的 一旦发生了这个冲突的话 是200局上 对谁都没有好处 现在两个敏感的问题 一个就是贬解问题 现在没有彻底解决 这个问题的话 要不解决的话 也是个导致冲突的一个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西藏流亡政府 是的 这个答来这个 这个问题 印度一贯在这个问题上 就这个态度 我认为是个人认为 是比较暧昧的 老实 如果这两个问题的话 如果不是能够彻底解决的话 将来 很可能就导致冲突 好的 而且现在印度这个 有些做法 我感觉很让人担忧 他就老是一发展军 好的 山东的张先生 我明白您的观点了 下一位 湖南的张先生 湖南张先生 你好 抓紧 你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请讲 这个印度和中国 都是两个发展中国家 这个 这个 当时 这个列强留下的 这个后遗症 希望两国通过 友好协商 友好谈判 用和平代替对抗 把这个事情圆满解决 好的 但是也有他的难度 但是看后来人 怎么去解决 谢谢 好的 谢谢您 江苏的王先生 电视观众 江苏王先生你好 王先生的线路断了 下一位是湖北的马先生 马先生你好 请讲 我觉得 这个中国和印度 如果没有 阿努克切尔邦之中 这个中印关系 也不会好 再见 好的 最后一位 是最后一位是 湖南的李小姐 湖北 湖北李女士 对不起啊 湖北李女士 请讲 喂你好 抓紧时间 印度 印度虽然很热 热得头昏脑脏 但气氧还没有丢掉 能够帮助一下邻居 我们也可以 自带地帮助一下 北韩的邻居 好的 谢谢您 谢谢 我们现在呢 还剩下一分钟的时间 刚才呢 许多听众和观众朋友们 打来电话 提出了各种问题 和发表了各种看法 您综合回应一下吧 还有一分钟 有一个听众呢 说希望在印中之间呢 有更好的这种关系 我觉得现在我们尽管在谈很多的冲突啊 很多的这种对抗 但是很重要的一点呢 我们也要提到 就是说他们在好多议题上呢 都进行合作 他们的确进行联合军事演习 当然今年的这个取消了 另外呢 他们在一些重要的国际议题上呢 采取共同的立场 比如说全球变暖 他们都是在气候变化上面的 国际协议上呢 采取一致的立场 另外在全球的自由贸易上面 贸易自由贸易的协定上呢 也是有相同的立场 另外他们也共同的捍卫 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一些立场 那么他们也保持高层的外交的这种 对这种这种交流 他们在外交上面的 所采取的这种措辞的话呢 好像全世界都是很友好的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